你好 我是韓國人 我們是打假漢將 然後大家有沒有團購滿宴啊 這幾天啊 這件事情真的是沸沸揚揚的 韓國人是認為啦 因為可能還沒有非常明朗 所以我沒有說馬上拍片跟大家聊 但是喔 韓國人這個在第一天的時候就覺得怪怪的 覺得好像是一場戲 你們懂我意思嗎 因為韓國人才剛講完 黃國昌為了將來可能要對付中天 可能要推蔡英文這個中共代理人的法 所以韓國人在上一集講 現在黃國昌必須要建立一個中立的形象 就是感覺也跟時代力量有一點劃清界線 雖然他沒有退黨 但他是辭掉黨主席嘛 對不對 然後在這個情況之下 讓人家覺得 背後好像比較沒有視力的感覺 然後又結合到館長 然後又覺得 這樣兩個中立的人在一起 韓國人就直接跟大家講 我覺得怪怪的重點 第一 竟然是黃國昌爆料 因為韓國人才剛出完 就是韓國人講說 黃國昌現在先要建立中立的形象那部影片 剛發完片五六個小時 然後黃國昌馬上就開這個記者會 說喔呦 這個反正就國安局這個嘛 九千八百條嘛 我覺得 嗯 而且他指的對象是蔡英文 你看蔡英文把他回來還想要炫耀他的 多麼厲害的成績 然後只有因為這個香菸整個好像打亂他的腳步了 對 但是喔 我接下來就更篤定 這是一場戲啊 因為黃國昌有發一篇文章嘛 因為國民黨的人當然看到這件事情很正常嘛 我覺得這個本來不就是這樣嗎 比如說韓國瑜發生什麼事 民進黨就開始批嘛 這個不就是常態嘛 啊 黃國昌你寫這篇文章真的是露出馬腳耶 他說什麼啊 來讓大家看一下什麼叫刷存在感 因為他就說罵說 憑什麼這些國民黨的人 聽到這件事還要跑出來罵一下之類的這樣 啊 這個不就是各位 雙重標準嘛 奇怪耶 你們都可以 人家不行喔 民進黨遇到什麼 光韓國瑜的事就可以罵得老半天了對不對 那國民黨罵一下有什麼問題啊 到底啊 雙重標準嘛 真的是可惡的傢伙 他說什麼 國安局今天會有敗壞到這種程度啊 多數的爛官還不是你們 國民黨栽培出來 所以 黃國昌的意思是說 這些人在軍中訓練的時候 長官就叫他們怎麼樣去 透過總統的班機然後去買煙嗎 是嗎 是這個意思嗎 你可以表達這是他們個人的行為 你還要偏偏套上一個什麼國民黨什麼培養出來的 喔 我也拜託勒 啊 這個就是一個貪心嘛 想要撞回扣 然後但是 不知道背後有什麼事例啊 對 可能背後有很大的故事啦 我個人覺得 其實這件事韓國人觀察下來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他們想要透過這件事把國安局長換掉 換成他們心目中想要的人 因為很簡單嘛 反紅媒 這些有沒有 網路上發一堆影片 都一直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旺中怎麼樣 旺中怎麼樣 懶紅啊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講一堆有的沒的 然後這個旺中還在嘛 屹立不搖嘛 你們還是沒辦法把他一槍斃命嘛 所以很自然的 這種東西都跟國安局有關係 就像韓國人上一集講 那個金融時報報說 講說啊 旺中的前記者爆料 每天國外一半都會打電話過來啦 啊 我就講了你就 國安局為什麼不調一下啊 到底通聯記錄怎麼樣去查一下就知道啦 你看 你們要知道啊 我認為就是現在這件私菸案啦 就是想要透過平直有年 可能這個偷偷大家偷偷帶 偷偷帶 偷偷帶 然後這次喔 給他用多條一點啦 因為你可能平常好啦 你1000條可能500條沒什麼感覺嘛 可是9800條超有感覺 你們不覺得怪怪的嗎 9800條欸 你們去想一下我們一般去便當店 如果我們跟老闆買個10個便當 可能 我說晚一點來拿 他可能 呃 maybe 他有些可能就不會跟你要個訂金之類 但是我如果跟老闆買1000盒便當 你覺得老闆會不會跟我要訂金 一定會嘛 一定會留非常詳細的資料嘛 9800條這麼可怕的數字 華航接到這個數字都不會覺得怪怪的嗎 而且 都已經備好貨 9800條欸 你們相信華航覺得有錢賺就好了嗎 我不相信啦 9800條欸 可以堆的跟101一樣高欸各位 所以啊 這個我覺得就是一個社局啦 那當然現在證據還沒有非常明確 我們很難推判 我們只能去構思這個腳本而已 就是為了達到一個目的 那韓國人認為的目的就是把國安局長換掉 換成他們覺得未來可以對付 這些他們所謂口中的紅眉的人 所以啊 這個我們就接下來看看之後的發展啦 那韓國人今天比較care就是在第二 就在於啊 這件事情剛發生後不到幾個小時啊 馬上 你們知道嗎 那個網軍啊 1450啊 已經PO出非常多讓我覺得非常噁心的圖片了啦 所以我真是很想問問跟我立場不同的朋友 你們真的 你們看到這種圖片 你們還會有想要挺下去的動力 我實在不懂 所以為什麼韓國人覺得這個腳本都寫啊 因為1450這些網軍馬上已經PO一堆澄清圖出來了 這張 你看有沒有謠言 他說香菸沒有進入總統專機 他這個意思只是想要很清楚表達 喔 不關總統的事之類 其實坦白說啦 韓國人本來也不太會去怪蔡英文 可能蔡英文也不知啊 因為我們現在還不能確定是韓國人的腳本 所以我們先斷定蔡英文可能也不知 所以我不懂他這張圖片是怎樣 要急忙去澄清是說 喔 沒有沒有 這不關總統的事喔 真的是 看了真的是吐血 然後第二張 喔 真的 看了快 呃 超 呃 呃 什麼國民黨時代的惡心在小音上衝掉 這種圖片 你看他還是用畫圖的方式耶 各位 天啊 我真的 喔 怎麼這麼噁心啊 這在歌頌一個獨裁者有什麼兩樣 哇 我們金正恩最棒 我們金正恩 哇 小時候就會開飛機 什麼叫國民黨時代的惡喜 然後在小音手上終結 如果今天沒爆出來這個終結 什麼屁啊 網絕港真的說謊說慣了啦 還畫圖咧 哇靠 你們真的這些支持的人 真的 你們看到這張圖 我如果 我跟你們一樣我是支持蔡英文 我看到這張圖我瞬間 喔 好無感咧 後這種那麼沒有智商的圖片啊 天啊 接下來你們看 這這個也是藏出來的一個假帳號 你看他寫說 國民黨時代的醜陋惡喜 在蔡英文手上終結 然後他寫中天認證 然後啊 我去查到這個中天這篇新聞 明明中天是說有耳聞 有耳聞 各位朋友 有耳聞 他就馬上要趕快洗白啊 洗成都是好像國民黨的錯啦 不是蔡英文的錯啦 我真的看到我真的吐血呢 他都是別人的錯 自己都沒問題喔 其實韓國人已經講非常簡單了 我們可以現階段我們先斷定不是蔡英文的問題 可是你們看這些網軍 拼命在幫蔡英文 已經消毒到這麼噁心 然後亂指控什麼國民黨時代的惡習 欸 這些人不該抓出來嗎 不管他們是不是領錢做事的 真的是有一點誤導社會咧 還說什麼紅媒的那洗腦 我洗你了個頭啦 洗腦 這種才叫洗腦啦 那不懂的人啊 看 哇 原來這個國民黨時代的惡習喔 哇 小英終結 哇 小英棒棒 總之造謠了啦 真的是很可惡欸 哇 再重生一次啦 沒有這次爆料這怎麼會被爆出來 我跟你們講啦 如果這個是馬英九時代爆出來 我跟馬英九早就被快轟下台了啦 狂嗆啦 所以你們看 雙重標準到這個惡心的狀態 所以就跟你們說 一直騙 再騙 再騙 這以後都可以當我的名詞 你看 最扯的是 還可以扯到韓國瑜 哎呦 天啊 說什麼 國安局吳宗憲呼應能撈就撈 發大財 我這個 我之前就把這些人抓出來 各位 真是很無恥欸 這種東西都拿來做一個圖片 去網路黑人 這種都騙人咧 真的是狗養的 然後我覺得最無言的那個自由時報 還在馬任內開始 還要有死同享 有死同當 有沒有 死啦 你們就好好報道就好了 韓國人不一定百分之百會說是蔡英文的問題 我可以斷定 他可能不知道 你們這樣報道好像就間接就說是 蔡英文有問題 然後不只蔡英文也有問題 馬英九也有問題 兩個就硬要脫下水的方式 真的是很無聊耶 你們 噢 這些綠媒啊 我真的覺得 真的發霉啦 天啊 拜託好不好 支持他們的人 拜託你們好不好 拿出一點是非吧 這沒有那麼難懂啦 好啦 這就是今天韓國人喔 提出的一些觀點啦 那也要看日後這幾天怎麼樣發展 韓國人再細細去分析 這一些的脈絡 然後我真的呼籲啦 拜託好不好 這些做貼圖的人 噢 真的 你們真的都把台灣人當百吃耶 不管你們有沒有收錢 留一點良心好不好 因為你們都在騙人了 你們看這個 這些都是長期在那 PO文的這些假帳號啊 有人已經把他們都整理好了 所以拜託好不好 連韓國瑜都可以結合到這件事黑他 我真的覺得沒有是非耶 大家 所以 拜託 比較跟我不同立場的朋友 花一點時間 好不好 閉上眼睛 好好想一下 這到底是什麼鬼啊 原來我支持的 都是這一副德性啊 你們如果能想通 真的就是這國家最幸福的事情 你不要再去支持這些假徒 背後在挺著這些勢力的人啊 拜託啦 好啦 如果有喜歡今天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然後幫我們訂閱 然後幫我們把小鈴鐺開啟 你們有任何想法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是打假漢將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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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ulty 謝謝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過